那我們就開始來今天的今天的主題 好,我們就來今天的主題 DSLR走到鏡頭了嗎? 但是在講今天的主題之前 我們先來聊聊今天比較重要的 比較重大的消息 就是A74的價格發表 我們畫面先切換到我的電腦這邊 我先忘了接 等我一下 技術錯誤 我忘了接我的筆電 大家等我五秒鐘 四秒 三秒 兩秒 一秒 零 好 就是 Sony A74 六萬五千元有找 反正前面不重要 重要是 反正 反正規格 反正規格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A74的規格其實大家都知道了 那我們就 反正 我也不打算介紹今天主題也不是這一個 今天主題也不是這一個 今天 今天只是要告訴大家它的價格 它價格在哪裡 欸 是不是過頭 欸 嗯 它價格是在哪裡 嗯 奇怪 喔有啦 價格在這裡啦 來 還是要點背景音 聽點殘叫聲 A74的價格是六萬四千九百八十元 單機身 這是單機身 單機身寫的也太難看了 那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當初我預測A74的價格 單機身是六萬九千九百八十元 如果它單機身定在六九九八零 是我覺得Sony比較佛心的價格 然後 合理價格是七萬四千九百八 如果上禮拜 有聽我直播的話 或最近聽我講 我記得我是這麼講 但是呢 今天公路 今天出來的價格 比我預期的便宜了一半 便宜了五千到一萬 那我覺得 我有點 我真的還蠻意外的 變成 台灣的A74 有可能是全世界最便宜的 有可能是全世界最便宜的 當然它A74的 出來的價格是六萬四千九百八 那你說A73會不會降價 我覺得A73一定會降價啦 但是我猜 大概會降個五千到一萬左右的幅度 但是如果A73降價的話 A7C要不要跟著降價 就會是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A73跟A7C可能同時會各降五千 來跟A74有個 產品上的 價位上的區別 但是如果你A73不降價的話 那你A74又賣這個價格 那誰要買你的A73 就很明顯了 那所以說我個人在猜啦 我個人在猜 A73一定會降價五千 A7C可能也會更降價五千 讓他們產品稍微有一點點價差 不然大家都去買A74就好啦 就不會以為買A73了嘛 至於有人說供貨會穩定嗎 那絕對不會穩定啊 供貨絕對不會穩定啊 因為 因為現在全球都在晶片荒啊 不要說相機啦 連汽車 從今年年初的晶片荒一直缺到現在 一直都沒辦法穩定供貨啊 所以說 你說供貨會穩定嗎 絕對不會穩定 然後呢 如果以我們台灣 這麼小的國家的訂單量 跟全世界相比的話 第一波拿到的人 搞不好都會接近聖誕節了吧 我在猜 我在猜 因為他只是說 11月10號開始接受訂購 可是呢 他說供貨日期是 他上面有沒有講 他新聞稿有沒有講 我不確定新聞稿有沒有講 喔 他說 2021年底正在台上市 大家看到這東西不要開心 不要高潮 他是說 11月底正式在台上市 請問是上市幾台 5台還是50台 還是500台 看得到吃不到沒有錯啊 就跟顯示卡一樣啊 那如果有在留意顯示卡 人都知道 那個RTX系列 會出新款的3000系列 就是看得到吃不到 那你什麼時候拿到 一定都是明年的事情 搞不好我在猜啦 搞不好我在猜 第一波搞不好都不到100台 你也可以說 他在台上市啊 那接下來就沒有第二波了 就會缺貨很久了 我再猜啦 要以A74這麼 大家等很久的規格 等真的很久了 我想 第一波如果你沒有拿到的話 下一波再拿到 可能都會是接近年 都是明年 或者是 運氣差一點 都會是農曆年後的事情 我在猜啦 雖然我對於A74 沒有太大的興趣 因為A74 就是煙割了我非常在意的東西 我對A74興趣真的不大 它煙割了我一個最重要的錄影的東西 要不然其實我A74真的還蠻有興趣 OK 那你說 那你說六萬四千九百八這個價格 講實在話的 我覺得台灣索尼真的是 或者是整個索尼 整個日本索尼在全片服務版上 真的是很有企圖性 對於A74給的這樣子規格 又給這樣子價格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企圖性 所以我覺得Canon的R6 R6有A74沒有的東西 但是R6會有那個 那個價差的壓力在 然後你控制Z7 Z6II 我看 要非常緊張的 因為A74這個價格 當然A74出席公貨一定不穩 大概真的要 真的要在你路上 走進去能買到 應該都要半年以後的事情 但是半年 半年以後是以後的事情 所以我只覺得今天公布這個價格 六萬四千九百八 是我連做夢都不敢夢到的價格 真的是很沙拉 我覺得這個 這個價格上面的衝擊 比當初A73上市的價格 還要更有 更沙 上市有這樣子的規格 規格與價格的衝擊力道 大概是Canon 5D2上市的價格吧 如果大家還記得Canon 5D2上市價格 是七萬九千九百八十元 是全世界最便宜的5D2 有非常多的日本觀光客來台灣買5D2 或許這是各位比較不知道的事情 有非常多日本觀光客 或者是國外的人來台灣買5D2 這個是真的 真的是台灣定價 真的是全世界最便宜的 我覺得A74搞不好也會 重新上演幾年前5D2上市的情況 這是題外話 OK 題外話講完了 然後我們就回到主題 你說要不要買喔 買不買我之前已經講過了 就是如果你本身是A73 又沒有錄影的需求 你根本就不需要買到A74 那你本身是A72的使用者的話 你想都不用想就直接買A74 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你也想都不用想就買A74 那如果你對於錄影 沒有太大的需求 你又不錄影 又不連拍 只拍狀態風景的話 我覺得A7C搞不好也可以考慮 這個是我們之前就講過 今天不會再講 今天的主題 我喝一鍋水 好 停 今天的主題是DXLR走到鏡頭了嗎 就是其實從無反光鏡EVIL 其實EVIL無反光鏡的可換式交換式鏡頭相機 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啦 只是好像到了全片幅的EVIL的產品上市以後呢 這個名詞好像突然被人家放大 基本上早從M43發展開始 就是無反光鏡時期早就一直都有 但是那個時候不會有人就會去想說 DXLR會不會走到鏡頭 那是因為 兩台本質上是運作是不同原理的東西 那在很早期的 我是指很早期喔 在無反光鏡 我講十年前好了 我先講十年前好了 就是有點講古 在十年前的時候 無反光鏡就是EVIL 無反系統 在對焦上面確實是會弱很多 變成白天對焦快 晚上對焦慢 然後呢 DSLR是白天對焦 怎樣 我沒講錯啊 在十年前 DSLR 白天對焦快 晚上對焦不容易準 然後EVIL 反光鏡就是晚上會對得準 但白天會對焦沒那麼快 我不曉得這一段歷史 很久前大家還曉不曉得 不然我先我寫一下好了 我們講2010年的事情好了 2010年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要討論 DSLR會不會走到盡頭 我們需要講一點古就對了 在20... 我不會講太久 我不會講太長久的產品 我就講十年前 湊個整數 2010年 我們就簡單區分 DSLR 跟EVIL EVIL 我們就舉這兩個 然後呢 在十年前的時候 以對焦來講 我們就講對焦 因為對焦很重要 對焦來講 十年前 DSLR 在白天 在白天的話 如果是以 對...以表現性能來講的話 我們打... 不要打... 打個分數好了 假設 95分好了 然後呢 EVIL 系列 在白天的對焦 對焦速度上 對焦 整體對焦啦 不是針對速度 或者是準度 然後在白天的話 EVIL 的對焦系統 大概就... 也不會太差 我們就85分好了 平均 那個時候 如果大家還有一點印象的話 Panasonic的有一台叫做GX-1 還叫GX... GX-1嗎? 是不是GX-1 我自己都有點忘記了 欸! 畫面一直都沒有人 一直都沒有在我電腦這裡 好 難怪大家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Panasonic GX-1 我記得好像叫GX-1吧 嗯? 不是 GX-1嗎? 啊! 對啊! GX-1啊 GX-1 那個在... 我們在20... 如果我們今天要討論 DSLR有沒有走到鏡頭之前 我們得要講一下鼓 但是講這個鼓 我們不太去講太多 他們的功能上面的差別 我們就只單純講對焦就好 因為這是他們一個很大的分水... 很大的分水嶺 在2010年的時候 對... 以對焦來講 在2010年 DSLR 在對焦方面 白天對焦速度會很快 因為他們是採用相位對焦 是採用相位對焦 而EVL是用對比對焦 這部分大家還記不記得 這部分大家還記不記得 如果玩相機超過10年...10年以上的朋友 應該對這個... 當時的兩台的分水嶺 應該還會印象還蠻清楚的 在2010年的時候 我只舉10年前就好 不要舉太遠 在2010年的時候 DSLR還是成為主流的原因是因為 它採用的是相位對焦法 相位對焦的規格 而相位對焦的規格在白天會非常的快非常的準 然後在EVIL系統使用所謂的對比對焦 當時相位對焦在白天非常棒 真的非常棒 然後呢 就在白天光線充足的情況下 EVIL就沒有那麼棒 我不是說它差 是指沒有那麼棒 所以我給它85分 可是呢 那個時候大家記不記得 Panasonic GX1 就是給大家看這台GX1 那個時候GX1強調的一個重點就是 它的對焦速度可以真的非常快 也就是說呢 在Panasonic在早期 2010年採用對比對焦方式的話 依然能夠達到一種很快的對焦速度 這是在2010年在對焦方面的差別 但是有白天就會有晚上 就是晚上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光線比較差的時候 對比對焦就會比較吃別一點 大概就85 我們就算85分好了 公平一下啦 反導式EVIL在晚上的時候對焦會比較準 可能就算95分 我們公平一下 這個就公平一下這樣子 好 所以說呢 在2010年的時候 大家在那個時候對 DSLR跟EVIL 在對焦上面就有一個很明顯的分水嶺 白天DSLR對焦很快 EVIL沒那麼快 晚上DSLR的對焦沒那麼準 EVIL的晚上DSLR的相位對焦沒那麼準 晚上的EVIL的對比對焦會比較準 OK 好 現在有了這個基本的觀念以後 我們就拿幾台比較經典的主機 來跟大家做個說明 好 所以說那個時候呢 如果你今天要要求對焦快 同時產品又要周邊又要接的比較多的話 大部分的人還是會推薦你DSLR 也就是我手上這種黑黑大大這種形式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但是隨著 我是隨便舉例 我是隨便舉例一下 假設 我們到了2013年 我只是隨便舉例一下而已 實際上年份不是很重要 那個時候 Canon 出 Canon的 LIFE FILM L-I-V-E-V-I-E-W Canon的LIFE FILM 我都是叫它看即拍模式啦 對焦速度非常慢 如果大家還記得 那個時候你用500D 或者是用550D 甚至到600D 你用LIFE FILM的模式去對焦的話 因為用LIFE FILM模式的話 就會是對比對焦 對比對焦 所以說 那個時候Canon可能是500D 550D 甚至到600D 在LIFE FILM 即看即拍的模式下 是用對比對焦 速度非常慢到 慢到你都會拍不到你想拍到的東西 真的是非常慢 所以說 寧可用小畫面去拍 也不用大畫面去拍 那個是在2013年 2012年 2011年之前 會有這樣的凝水分水泥 所以說以Canon來講的話 它那個時候 有一個對焦名詞叫 hybrid focus system 再說各位有誰聽過啊 hybrid focus system 再說各位有誰聽過這個名詞 5 5 4 3 2 1 0 不是混合對焦 稱不上混合對焦 混合對焦 那個名詞 待會兒 那是我待會兒會講的Sony Anyway 嚴格說起來 你不能說它不是混合對焦 但是混合對焦 比較算是Sony那一邊 在講的名詞 所以我不會說你錯 但是混合對焦 是我待會兒講Sony的時候會講 所以說那個時候Canon 500D 550D 600D 甚至到650D 甚至到700D 他們都叫做hybrid focus system 有分1代2代 好像就沒有到3代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好像就沒有到3代 OK 所以說呢 為什麼沒有出到3代的原因 假設沒有3代的話 那是因為70D出來的 Canon70D出來很重要 重要 重要的一點是 它是在整個感光元件 中間的某一個部分 就是大家常聽到的 雙像素對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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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名是什麼? DUAF DUAF DPAF 都沒有人幫我補充 好 那個時候Canon的70D 為什麼他們不再用 Hybrid focus system這個名詞 到了Canon70D 他們終於把 在Live View模式裡面 多加了一個區域 中間這個區域 他們叫做雙像素對焦 我相信一講到這個名詞 大家應該就不陌生了 雙像素對焦 也就是說呢 在一塊 這是APS-C 這是APS-C 在中間的這一個部分 感光元件會多一個感光元件 多一個感光元件就對了 來進行對焦上面的幫助 所以說從Canon70D以後 他不再使用我們那時候聽到的 Hybrid focus system 他們改了一個名字叫做DPAF 叫做雙像素對焦 只是在70D的時候 他不是全畫面 他只有中間的 我不記得他當時有沒有講多大的面積 但是只有中間的面積才會有 換句話說中間的這個 中間這個區域 藍色的區域 藍色的區域 不但白天對焦快 晚上對焦也會準 這就是雙像素對焦的優點 在座各位 有誰對這一段的相機歷史有點印象的 可以說有沒有 在座各位有沒有 沒聽過一票 沒 可見呢大家都還沒有經歷過這一段 有 好 反正不是有就是沒有嘛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要講古 然後呢 我繼續再往下講 我繼續再往下講喔 可是你會覺得說 整片APS-C的面積那麼大 只有中間那一塊是 DPAF雙像素對焦 那邊邊角角呢 那邊邊角角呢 於是後面的主機 他們一樣是以雙像素對焦 但是後面的主機面積就越來越大了 會越來越大了 他那個時候呢一些評測會說 這個雙像素 DPAF 面積達75 到85%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留意過 可能玩相機沒有玩超過十年了 比較不會注意到這一點 從Canon 70D以後 推出了DPAF 就中間區域 後面的主機 不斷的把中間 DPAF的面積慢慢變大 慢慢變大 他都會跟你講說 這台主機的DPAF區域 大概是幾% 那你說現在呢 你說我講新一點 DSLR 現在Canon最新的 DSLR 我們可以說是5D4吧 對不對 算5D4 算5D4 重化啦 以Canon最新的5D4 拜託 5D4也2016年 對不對 也很久了嘛 對不對 這時候呢 他的DPAF區域 好像就已經 就來到了100%了吧 95到100%啦 我不敢講100%啦 90啦 我保守一點 90到100% 換句話說 我們再把這個樹狀圖拉下來 在2010年的時候 DSLR的優點是白天對焦速度會很快 但晚上的時候會比較不準 這個是有些人會知道的 1D Canon最新的1DX3 我怎麼忘記了 在2010年的時候 在2010年的時候 DSLR的機種 是採用所謂的對比對焦 優點是白天對焦速度快 缺點是晚上對焦沒那麼準 所以說那個年代 在那個年代 用DSLR在拍夜景的時候 經驗比較老到的人就會說 晚上要夜拍對焦的時候 請用Live View去拍 對焦會比較準 我自己試過是真的會比較準 有點驚艷的人都會知道原理是什麼 這個是DSLR的部分 在EVIL的部分 白天的對焦速度沒有 DSLR那麼快 因為它是採用對比對焦 但是晚上的時候 就是它佔風頭的時候 在EVIL晚上的時候 它是用對比對焦 晚上的時候的準度 會比DSLR來得快 不是修正來得準 而且也蠻快的 這個是那個時候的分水嶺 可是呢 我們就先看左邊DSLR這條線就好 我們先看左邊這條線 EVI我們先不看 我們先看左邊的DSLR 到了Canon 70D Canon 70D推出來 它推出了雙像素對焦 就是我們現在常聽到的 現在的相機 以前前幾年都還會 前兩三年都還會講雙像素對焦 雙像素對焦怎麼樣 但是最近的幾年的相機都不再提雙像素對焦 因為那個已經變成一個標配了 就好比說你說這台車有四顆輪子 再多送你一個備胎 那已經成為一個標配 就不特別再提雙像素對焦 OK 所以說就變成說 在雙像素對焦底下 我們就講5D4就 我們講5D4就好 因為1DX3 1DX3 我沒有用過 我不敢講 5D4我沒有用過 隨便 到了2020 1DX3 1DX3 是2020年嗎? 到2020年 到2020年以後 白天 用相位對焦 然後晚上 用Live View 去拍 然後Live View 又是DPAF DPAF兼顧到白天對焦快 晚上 對焦準 兩個優點 所以說你們有沒有發現 在DSLR 他們為了要克服 即看即拍的模式下 的對焦速度不夠快 所以說他們加了雙像素對焦 也就是說他們解決了晚上對焦不準的問題 晚上還是會有人會用 晚上還是會有人會用相位對焦去拍 你們會發現相位對焦並沒有對比對焦 在晚上的時候準確 所以說懂懂這個兩個機械原理的人就會知道 白天用小 用小光 小光 小光 小觀景窗來拍 晚上用大畫面來拍 如果你相機有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你就會知道 這是Canon 我先講這是Canon OK 接下來我要講另外一邊了 講EVIL 講EVIL 這時候EVIL我們就拿去今天的主角 我們就講NEX 它是比較好講比較好做代表的 NEX35系列 這個大家總知道了吧 對不對 那個時候呢它是採用對比對焦 第一代碼 對比對焦 當然對焦速度 可想而知 就是白天不夠快 但晚上對焦會比較準 這是第一代的NEX3跟5 可是到了NEX 5T 發生什麼事情 叫混合對焦 就叫做混合對焦 為什麼呢 原理跟Canon是一樣的 這個是 這個是 NEX5 然後呢 如果到了NEX5T 它中間會有一塊區域 這塊區域 它有相位對焦點 當然本質也有對比對焦 當然本質也有對比對焦 你們有沒有發現跟剛剛的DSLR是反過來的 DSLR我這邊我舉個例子 Canon 70D好了 一樣中間的部分 一樣中間的部分 它是中間的部分是 也是相位 加對比 只是在 Sony這一邊 它旁邊的這個地方 依然是對比 在Canon的旁邊 Canon的旁邊 就是相位 對 這段歷史有聽過的請 有沒有人可以 喊個又之類的 這一段發展歷史 有沒有人有聽過 或有點印象 有沒有 在座的22位 直播 參與的朋友 沒聽過 代表你玩還差不多 沒超過五年十年 好 我們再往下 說有嗎 好 我們再往下 假設這是2013年 我隨便舉例來 因為我也忘了它哪一年 但是再往下呢 以發展的順序來講 然後呢 這邊是EVIL陣營 這是DSLR的陣營 變成說 左邊是 這一邊 是白天強 晚上弱 然後這一邊 是晚上強 白天弱 到了2017年好了 到2017年 我只隨便舉例 到了2017年以後呢 EVIL陣營 到EVIL陣營 跟DSLR陣營 先講左邊的EVIL 這邊 不但全都是 本質上是對比對焦 但是呢 它增加了 這個 相位對焦 這是EVIL的部分 但是DSLR呢 它本質上是 相位對焦 但是它新增了 對比對焦 假設這個叫2017年 假設這個叫2017年 到這邊為止 你們就會發現 在對焦系統上 EVIL 往DSLR靠近 因為想要克服自己的缺點 想要克服自己在白天不夠 對焦不夠快的缺點 所以說它慢慢增加了相位對焦的覆蓋的範圍 DSLR也要克服它在夜晚對焦不準的問題 對焦不準又慢 所以說它增加了對比對焦點 所以說它採用了雙像素系統 到了2017年 我只舉例啦 終於兩邊達到 面積的100% 終於達到面積的100% 也就是說呢 我們再往回 往回拉回到這個地方 在2010年 那個年代 我們都知道DSLR 白天很棒 晚上就比較弱一點 EVIL白天不好 晚上就很棒 到了2017年以後 他們之間的 在對焦上面的差異 已經沒有明顯到 讓你覺得 他們白天跟晚上 有沒有什麼明顯的不同 你共第850 那說是個悲劇 你真的 真的要提你共第850嗎 真的要提2017年 是你共第850上市 好 你共第850就是個 因為有人提 你共 第850是悲劇 不是整台悲劇 你共的 他在那個 他在那個 Live View模式拍照的 對焦速度 我只能給他一個字 慘 但還不至於到不忍睹 還不至於到不能讀 為什麼 因為 D850上市確實是 帶來一個很多很多進化 可是那個時候呢 已經開始進入到EVIL 已經開始往那邊方向偏過去了 D850的上市 一定要在Live View模式下 要對焦的也要快 也要準 這樣子你在切入 整個切入到五反的時候 我們才能期待你推出Z6 Z7 你才能夠對焦快 問題是 在Nikon D850官方的宣傳影片 我一定要特別講 官方的宣傳影片 特別避開了 他在Live View模式下的 對焦速度 他特別避開來了 如果有實際上使用D850的人 應該會發現 他在Live View模式下 並不如Canon採用雙上速對焦來得快 我先講 我本人沒有用過D850 我講的可能是很偏頗 但是呢 那個時候我參考過 其他Nikon用D850的人都說 D850的Live View對焦速度 沒有像Canon採用雙上速對焦的那麼快 那個時候同期的 我們就算是5D4啦 因為才差一年嘛 因為5D4是2016年嘛 對不對 5D4那個時候 稱不上是說極快 或是怎麼樣 但是至少也達到一種 你不會不想用的程度 可是D850的時候 官方宣傳影片的時候 他特別避開這個部分 我們就是 那個時候 我就是要看 你Nikon 能不能在Live View模式下 能夠做得很好 結果發現 表現得並不如其他家來得好 那個時候 其實我有說過 我有擔心 Canon 我有擔心 那個時候 傳言要出Z6 Z7 我有說過 我有點擔心 Z6 Z7推出來後 會跟不上 2018年的腳步 我不曉得大家 因為我發言的那個帳號 已經被臉書刪掉 所以說所有的留言通通都不見了 那個時候我有說過 D850的Live View對焦速度 真的是 Live View對焦速度 真的是個杯 真的叫慘 但不至於到不能讀 會讓我擔心 你Nikon推出 那個時候可能要推出的Z6 跟Z7感到擔心 那時候我也說過 Z6跟Z7 如果他推出來 不能趕上 2018年的Sony跟 如果他Nikon 再出Z6跟Z7 如果不能一口氣再跟上 2018年的Sony的 A7 3 的程度 Nikon就完蛋了 那個時候我絕對有講過這句話 但是事實證明 Nikon做到了 而且還做得不錯 在Live View模式下 在Z6 Z7下 已經不會再讓人家去擔心這件問題 那個時候我也說過了 我會批評Nikon 自然他做得好 我也會給他讚賞 我唯一靠背他 就是他是使用 單一XQD而已 我唯一只有抱怨這一點而已 OK 所以說呢 從對焦系統上面 我們要從10年前來看 如果說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DSLR走到盡頭了嗎 我們就必須要先從 DSLR 為什麼要走到盡頭 它有什麼優點 是現在還能用的 或是比較好的 在10年前 DSLR 確實在白天對焦 真的是快又準 晚上的時候 我覺得晚上大家都一樣 只要是向外對焦都會有那個問題 但是 時間飛快的來到了 2021年11月的今天 DSLR 跟EVIL 在對焦上面已經是一樣的情況下 那請問DSLR 相對於EVIL 還有沒有什麼優點 是值得留下來的 所以說畫面就先回到我這裡 我們先看一下我的 5D3 我的5D3 你說DSLR 那個時候白天 5D3落美記錯是2011年推出吧 落美記錯 5D3好像是2011年 退出的 對 還是2012 2012啦 2012 那個時候5D3 它的Live View 真的是很糟糕 因為5D3還沒有雙像素對焦 所以說它用大螢幕去拍照 真的是對焦速度慢到 你會不想拍 那個時候呢 DSLR 也就這種東西 會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雙像素對焦 然後EVIL系統也沒有做出混合對焦 所以說呢 那個時候的DSLR是 似乎只有這個可以選 可是呢 現在到了2021年的今天 5D3 後面的5D45就跳過了 5D4會不會再出5D5 不可能呢 5D5已經變成EOS R5了 那EOS R5是屬於EVIL的系列 這我們都知道 它對焦速度已經完全取代掉 完全取代掉 完全取代掉 DSLR的結構 也就是說呢 今天 先不管它叫做R5或是R6 先不管 我們就當作是R R或RP R就好 它的對焦最大的差別上 已經取代掉了DSLR 所以說 你說DSLR在10年前 確實是對焦 在陽光充足 以及使用大光圈的情況下 比如說我們為什麼會選擇5D4 5D系列 或者選擇1D系列 那是因為我們還會考慮到 十字對焦 有多少個十字對焦 然後十字對焦的是在多少光圈下 會開啟十字對焦 大部分都是F2.8 還記得1字對焦吧 如果那1字對焦是直線的話 它對於左右移動會對焦的比較快 如果是 如果是橫線的話 是上下移動對焦會比較快 那個時候會考慮十字對焦 不論是東西是上下或左右移動 都會對焦的比較快 那個時候我們還在 還在執著 向位對焦點的性能 跟它的一些東西 這就是為什麼那時候很多人會去買 在1D系列 甚至5D系列 甚至那個時候7D系列 都還有19點全十字對焦 那個時候我們都會在討論這些事情 直到DPAF出現以後呢 我們開始慢慢轉向 DPAF雙相素對焦 在這個小畫面上面對焦速度很快 而且即看即拍 就是你連側光表都不用看 直接看到結果 這也是讓人家覺得這個畫面拍 比你用這個小螢幕去拍來的方便許多 因為小螢幕去拍 晚上你就看不到 然後大螢幕的話 至少它會模擬一定程度的曝光 然後小螢幕的話 又要看裡面的放大倍率 跟它的視窗大小 對不對 這些東西都是小螢幕比較有利的部分 但是到了2010年 201、2021年的今天 這種EVIL主機 在對焦上 已經完完全全取代到 DSLR曾經的優點 我們就講對焦而已 那DSLR還有一些有很多缺點 比如說反光鏡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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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磨損 磨損會發生什麼事情 進來的光線就上去後 到對焦模組就會不準 然後呢 然後還發生過 我覺得那是蠻 蠻糗的事情 就是 拿5D2的人多少會遇過 那個拍拍拍拍拍的時候 反光鏡會跳出來 之類的 然後呢 這個時候 Nikon使用者就會去酸Canon使用者 說他反光鏡是塑膠的 只有Nikon的反光鏡是金屬的 我相信這個批評在那個年代 大家都聽過 對不對 然後呢Canon在 有些地方的用料上 就沒有Nikon來得那麼堅固 但是現在這些反光鏡這個東西 我們以前在賣二手機 在買賣二手機的時候 不只是看快門 同時還會看反光鏡的磨損 如果那 各種砍的6D喔 那6D那個垃圾就不要講了 各種砍的6D 喔我鼻子好癢 等一下 好 所以說呢 我們就先講對焦的部分 在2021年的今天 DSLR已經完全沒有對焦的優勢了 已經完全沒有對焦的優勢了 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 在DSLR的相位對焦 也是用這小螢幕去看的對焦 它有辦法做到人臉辨識嗎 完全做不到 人臉都沒辦法辨識了 你還期待它去辨識眼睛嗎 連人臉都沒辦法辨識了 你能讓它去判斷 貓貓狗狗 還是畫畫草草嗎 不可能 所以說 DSLR的這種 用這種武林鏡的對焦 再搭配對焦模式 早就不是未來 會是走未來的模式 在2010年之前 確實是 它是主流 到2021年的今天 它所有的對焦優勢 完完全全沒有之外 它的既有的結構 我們就講反光鏡 這個東西 它也會磨損 甚至沒有是最好 它也被 EVI的無反光鏡給取 也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說 在結構上來講也好 或對焦上面來講 DSLR 沒有優點 在今天來講是這樣子 那你說DSLR到了今天 還有什麼用呢 我們現在講它還有什麼用 大家覺得DSLR在今天 還有沒有什麼用 大家幫我想一下 DSLR在今天 還有沒有什麼優點 省電 沒有錯 一顆DSLR的電池 那個可拍商出動嗎 是500張 800張 1000張以上起跳的 因為它省電 DSLR在現今 不能講唯一 最大的優點就是 省電 一顆 我看一下電池戴好的 一顆LPE6 一顆LPE6 這顆電池Canon用戶 應該都非常熟悉 這顆電池 同樣這顆電池 我現在都可以裝到5D3上 要命啦 我已經好久沒開機了 開機了 我看一下能不能排 可以 好 剛剛的這一顆電池 我從我的RO拿出來的 一模一樣的一顆電池 在我的5D3上面 至少可以拍個 800張 跑不掉 正常正常拍 甚至 甚至一整天 都沒有問題 我還沒講完 我還沒講啦 EVL 你敢讓太陽 一直讓太陽 在畫面裡面構圖嗎 我還沒講完嘛 我還沒講到那裡嘛 對啊你講的沒有錯 只是我還沒講到那裡 就是第一個優點它省電 第二個優點是說 在DSLR 在面對太陽 逆光下 它不是直接光線 就直接照到感光元件 逆光的時候 其實 你先 你先把我要講的話 先講出來 對對對 你講的沒有錯 就是那個時候 DS 我順便一起拿來講好了 一起拿來講好了 在面對大太陽的情況下 有人說 讓感光元件 直接對著太陽拍 很容易傷感光元件 這個說法在10年前 甚至20年前 我都聽過 到底太陽直接照射在感光元件上 會不會燒壞 感光元件 老實說 好像不會 我還沒有聽說過EVIL相機 直接在太陽下逆張光拍 一直對著太陽 然後燒壞感光元件過 我還沒有聽過 真的燒壞過 但是我有看過有的實驗 在長焦段的鏡頭下 長時間曝光 確實是會燒壞 反光鏡 長焦段 我看過一個影片 有人使用 外國人 使用 可能用300還是400mm的鏡頭 他沒有接機身 他只是單純 放在感光 就是放在像 就是照著 就是他拿一個長鏡頭 對焦 然後對焦在反光鏡上面 長焦段像這樣聚焦像 能量很強 照了很久後 反光鏡燒壞了 不是CMOS 所以說那個十幾年前 那一段時間 就會有人批評 EVIL相機有個缺點是 因為它是直接陽光 對在感光元件上 會造成感光元件壞掉 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沒有聽過 或親眼看到 有人對著太陽逆光拍 讓感光元件燒壞過 現在你們有聽過嗎 我個人是沒有啦 如果有的話 那這種相機怎麼辦 還能活嗎 因為我們天天都在拍太陽 我是沒有聽過 但我不能代表全部 只能我說 在長焦段 大概300米 400米 國外有人做過 讓他持續對著相機的 反光鏡去拍 也就是說那個老外是這樣子 他是用長焦段 這樣子去照太陽 然後呢 然後那個 這樣子的方式去照著感光鏡 然後照著相機裡面的反光鏡 確實是把反光鏡給燒壞 這個是有 但是你說 長時間對 你說 感光元件長時間對著 太陽拍 就算是拍縮時 長時間這樣子構圖 會傷害到感光元件嗎 其實好像也真的沒有聽過 真的有人這樣子壞過 不過倒是你去拍演唱會 或者是一些表演的時候 一些雷射光 確實是會傷害感光元件 這個倒是有 而且是真的 所以說呢 DSLR的第一個優點是省電 第二個優點 你說 他不會讓太陽光直接照射到感光元件 算是優點 我也覺得這也是優點 還有沒有優點 DSLR到現在還有沒有什麼優點 是現在的EVIL相機做不到的 或是做不好的 我想到一個 但是 但是 我想到一個 但是這一個未來會慢慢改善 在比較極端的場合下 DSLR的防低防塵做的比 這台來的好 我沒有實驗過啦 我先講我沒有實驗過 但是那個時候早些年 在A7R2 A7R3推出的時候 就有老外 拿著兩台 同個品牌 只是一個是DSLR 一個是EVIL 兩個放在雨水中 不是 修正 放在下雨的時候 讓他們在外面拍個好幾個小時 後來拿回來 拿回來拆解 他們發現 DSLR裡面滴水不漏 同個等級的相機 而EVIL拆開來後 裡面有部分滲水進去 至於說是哪一個品牌相機的對比 老實說我有點忘記了 我有點忘記了 這也是DSLR在耐後特性上 會比現在的EVIL來得好 但是你說EVIL在防低防塵上 難到不能做得更好 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這也是遲早會被改善的缺點 那還有一點就是 DSLR比較不會過熱的問題 因為它只有在 主要會過熱是感光元件 跟裡面的晶片在運算的時候 發散出來的熱度 而DSLR大部分的情況下是 有通電但是不處於高速運轉 就好比說你的那個電腦Power 你的電腦Power 是假設你是裝個600W好了 你會去計算 你的一顆硬碟幾瓦 你裝了五顆硬碟需要幾瓦 然後呢 你的主機板供電要幾瓦 然後你的顯示卡要幾瓦 然後你買了600W的那個Power 夠不夠用 主電腦會是這個樣子 然後會去計算 你一個小時會花多少電 有在玩電腦的人 大概這樣你們就會知道 問題是說 現在的電腦也很慢慢的 叫省電模式好了 它不會600W一直都衝上去 也就是說呢 它可能會偵測到 你現在用什麼樣的軟體 CPU的運轉率多少 可能雖然你的峰值是600W 但是呢 你不會600W跑一整個小時 就算是你可能只開個網頁 開一些Line 查一些資料 最多跑個Line run Photoshop 你的CPU可能好一點 可能只跑到三四十趴 甚至顯示卡 根本就沒用到顯示卡太多資源 所以你也不會600W一直在消耗 然後DSR就是有點這個概念 它會省電原因 因為它的結構關係 可是呢 我拿R5 我講真的 我拿R5 光拿著 我沒有拍喔 光拿著 開著螢幕 我就覺得它的手把這邊就熱熱的 我還沒有拍 它本身就是熱的 也不要笑R5 A1也是一樣 A1也會熱 只是沒有R5那麼熱 A1也會發熱 這就是目前在省電方面 以及在耐厚方面 DSLR目前還是有它的優點 然後大家覺得DSLR還有沒有什麼優點 是EVIL所沒有的 有人說沒有實質 什麼叫做實質 你是說黑屏的意思嗎 在你講之前 我在猜你應該是講黑屏 就是 DSLR最麻煩的一點是 也是最不容易克服的問題 就是反光鏡它要拍照對不對 反光鏡會升上來 光線才會進來對不對 可是升上來的過程中 我們眼睛就看不到眼前的東西 所以說在連拍的時候 會一直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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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然後你的眼睛就會看到 一會兒有一會兒沒有 一會兒有 一會兒沒有 這樣子 這是DSLR 不可避免的命運 但是呢 EVIL它本身沒有反光鏡 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你說不是 所以我剛剛想到 你所有的實質 應該是說視覺 就是說 那個叫什麼 好 我應該這麼講 你的實質應該是指說 DSLR透過光學觀景窗 透過光學觀景窗 比較不會有那種 畫面更新率不夠快的問題 你是指這個 那個叫更新率 那個在更新率 透過這個叫 這個叫做光學觀景窗 OVF 這個叫做OVF 光學觀景窗 但是呢 這個叫做EVF 這個叫電子觀景窗 然後呢 再講五年前好了 我是指五年前喔 光學觀景窗的 光學觀景窗的好處是 你眼睛看什麼 畫面就是什麼 對不對 比較不會因為 電子觀景窗的刷新率太低 而讓你在拍一些動作的時候 眼睛看到會疲勞 但是呢這個問題 在現在的高階的EVF 高階相機的EVF 也慢慢克服了 所以說你們有沒有發現 在EVF 這個EVF 越來越視覺延遲 對就是視覺有個延遲 在EVF除了那個畫面 越做越大 亮度越來越高 解析度越來越高 更重要的是刷新率也越來越高 像A74也提供了120Hz的刷新率 刷新率越高 視覺的那種延遲也就會越低 但是120Hz 跟我們的光 光學觀景窗 還有沒有落差 我覺得還是有一定程度的落差 可能要大概更高 或者是更不同的技術 才能達到透過光學觀景窗的方式去看 會很舒服 這個也是DSLR 目前 你說是優點嗎 我覺得還是優點 可是光學觀景窗的缺點也很多啊 你晚上就購不了圖了嘛 不是嗎 大家以前用DSLR的時候拍夜景 你有辦法用光學觀景窗去構圖嗎 沒辦法吧 是不是要先開這個大螢幕 模擬一下可能的曝光 看到四周的邊角後 再去拍 對不對 還記得嗎 所以說視覺延遲的問題是OVF的先天優勢 這也是放大倍率 以及視野率 越高級的相機的視野率也是 視野率 以及放大倍率也是有差 OVF會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這一個優點 什麼時候會被EVF給取代掉 我們拭目以待 我覺得遲早會被取代掉 只是什麼時候而已 但是現在的120Hz 在拍透過120Hz去看的時候 老實說我覺得已經很漂亮了 甚至不用到120Hz 當然要看你拍的主題 如果你是拍動態、運動、鳥類 你經常晃來晃去追焦的話 你眼睛是會痠 這是事實 但是這個問題我覺得EVF未來會慢慢 會越來越進步 只是什麼時候可以達到接近光學觀景 從那樣子 所以說我不得不說 這一點也是OVF 這也是DSLR的優點 目前還說得住的優點 但我們講完的對焦 它沒有優點了 我們講完的省電也是它的優點 我們講完了耐厚 它目前也還算 還有視覺延遲 OVF的那個觀景窗的視覺延遲 我們也講完了 也是它的優點 你們現在大家一起幫我想看看 還有沒有什麼是DSLR現在的優點 重點還是要看使用的環境 你可以具體幫我舉個例子嗎 有沒有什麼例子是它的優點 我唯一想到就是極端場合 極熱 對極熱跟極冷 極熱 在很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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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況下 它比較運作正常 它比較運作正常 我是指很熱很熱很熱的時候 很熱很熱的時候 對這種東西都不好 因為它會一直發熱 所以說在很熱的情況下 它還比較OK 在很冷很冷的情況下 大家都不OK 因為電池會有個工作範圍 其實兩台都一樣 機械快門是DSLR的優點嗎 是嗎 可是Z9已經取消掉機械快門了 我不大清楚 你說的機械快門是DSLR的優點 果凸效應 果凸效應 你想果凸效應 它也可以 它不用它電子快門 它也可以 果凸效應 它也可以慢慢 你是慢慢 應該怎麼講 你是講 那個東西 好 果凸 我仔細看一下 果凸效應 DSLR用機械快門就沒有果凸效應嗎 有吧 當然有啊 怎麼會沒有 還是會有啊 那個果凸效應跟讀取速度 跟那個掃描 跟那個感光元件讀取速度 是有關係的啊 那個跟機械快門 沒有什麼太大關係喔 沒有什麼太大直接的關係喔 那是跟感光元件的運作關係 有人說比方說婚禮場合無反的續航力是最大的硬傷 為了保持隨時都能拍而不能關機 對 這就是 這就是續航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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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航力的問題是目前 EVIL的相機的一個目前沒辦法 目前比較沒辦法克服的問題 但是呢 這個問題你也 那個問題好解決 就是你 你只能多買一顆電池 多買幾顆電池 背在身上 多買幾顆電池 我覺得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解決 但是確實是問題 但是DSLR 你可以開機一整天 你都不用擔心它沒電 這也是事實 有人補充 在尼加拉瀑布前面場地 在雪地中耗電量多一點 操作正常 你是指DSLR嗎 還是EVIL 在雪地中耗 在冷的情況下 耗電當然會比較多啦 你說操作正常是DSLR會操作正常 還是兩個都會操作正常 應該是DSLR吧 DSLR的耐後性質 確實是比現在的EVIF來得好 因為它本身的結構設計 跟它本身 它就是不會發 本身的發 耗電量就比較少 在比較極端 極熱極冷的情況下 它會運作的比較好 這是它的優點 但是呢 你說在比較極端極熱跟極冷的情況下 你說EVIF的主機會不會克服 就是牽涉到未來 它的晶片的製程能不能進步 我有 我在曾經在某個地方看過 我有點不記得 如果有知道的人可以幫我補充一下 好像現在的相機的晶片 好像都還是在停留在28奈米的製程 還是24 我有點忘了 相機的晶片的製程 好像還是停留在28奈米 還蠻落後的 我不曉得在座各位 有沒有人有這方面的資料 因為我忘記在哪邊看到 相機的晶片的製程還蠻落後的 有人知道可以幫我補充一下嗎 超低光環境下DSL可以靠閃光燈紅外線輔助對焦為單不行 超低光環境下DSL可以靠閃光燈紅外線輔助對焦 難道 那這樣子的話 EVIF就不能用閃光燈輔助對焦嗎 可以吧 你看甚至是R5 不行喔 因為我沒有用這個東西拍過 好 那我們就把它當作是優點好了 超低光 你的多低光是多低光啊 你的多低光是有多低光 這很難解釋我知道 只能說 好 我們把它列為一個優點 在超低光的環境下 DSLR可以透過閃光燈的紅外線輔助對焦 但是微單不行 我們把這當作是優點 但是EVIF為什麼不行 我覺得我覺得這好像不是不行不行的問題 為什麼不行 這部分我沒有接觸到 電子接點的問題嗎 是不是電子接點的問題 好 我們暫時先把它當成是 DSLR的優點 但是我覺得這應該不是 我覺得EVIF應該也可以做到啊 好 沒關係 我們再往下講 還有沒有什麼是DSLR的優點 還有沒有 現在啦 你把閃燈裝為當中 你就發現紅外線輔助對焦會被關閉 那應該是軟體的 那應該是韌體的問題 哪一家的啊 哪一家的相機會這樣 你用哪一家 全都是喔 有原因嗎 有人解釋過原因嗎 有人解釋過原因嗎 我是不曉得啦 因為我沒有拍 因為我也不是什麼都知道 還需要大家幫忙補充 也就是說 有人說 用EVIL 裝上閃光燈以後 在微光下 沒有辦法裝上閃光燈後 沒有辦法用閃光燈的輔助對焦燈去對焦 有人說 全部的品牌都一樣 但我個人不知道 這是什麼樣的原因 是不是 對焦原理 吃不到紅外線 好喔 原來是這樣子 好 那就是目前DSR的優點 好 感謝補充 謝謝補充 趕萬元件吃不到紅外線 但我覺得這個問題 能不能解決啊 不曉得 但是是目前DSR的優點 還有沒有什麼優點是DSR的優點 還有沒有 這個是 你講的是 因為這個東西是我 我還沒有這麼去拍過 出專用的閃燈應該可以啦 Sony的新的閃燈 Sony出了新的閃光燈 不知道有沒有這功能 我沒有特別去Follow 我們就當作還沒有 我們就當作還沒有就好 但除了這一點 還有沒有DSR的優點 我是指現在喔 還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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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y改成LED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什麼是2021年DSR的優點 好像沒有了齁 我想不到 還有嗎 好像沒有了齁 我想不到了 因為我想不到 有什麼理由讓我去拿DSR 我已經想不到了 有人說堅固 不是啦 我以前聽說 有聽說DSR 就是你兩台 一個R5 一個是5D3 一起掉在地上 有人說它比較堅固 我覺得不會啦 因為 裡面都是鋁鋁合金 然後外面都是樹鋼 只是讓你看起來它比較堅固而已 但是它不見得比較堅固 還有沒有什麼它是它的優點 如果線上20位都想不到的話 連我都想不到 那應該是 到目前為止 DSR有部分優點 我們總結一下 我們總結一下 2021年 DSR走到盡頭了嗎 我們稍微簡單總結一下 如果還有的話幫忙補充一下 因為我是這個問題 我自己還在 我自己也在想 有人說D850 連紅外線輔助都不用 按部對焦強 我知道啊 這個我知道 只是 只是 準不準啊 就是說 EVIL 好啦 我們就直接講型號啦 比如說現在的R5 A1 R5 A1 Z7II 這些比較頂級的EVIL 在按部對焦 不用輔助對焦燈 準 剛試過齁 那等一下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要倒帶一下喔 我們倒帶一下喔 其實我剛剛 其實我剛剛才發現 我先承認一下 我剛剛才發現 我剛剛才發現 R5都還有紅外線 都還有 輔助對焦燈 連我自己剛剛也才發現 我以為R5沒有了 輔助對焦燈都還有 換句話說 連R5這個器材 它在按部的時候 都仍要需要對焦輔助燈 OK 然後我們看一下A1有沒有 A1也是有啊 A1這裡啊 A1也是有對焦輔助燈啊 我覺得顏色不是重點 重點是它能不能在 微光的環境下 不透過閃光燈的輔助 對焦燈來達成按部對焦精準 顏色還好啦 顏色我覺得還好 只是有些微單 已經取消到對焦輔助燈 那是因為它是 在那麼暗的情況下 它都能夠完成對焦 然後我們發現 就算是A1 它還有對焦輔助 然後呢 Canon的R5 都還有對焦輔助 那換句話說 剛剛我們提到的 DSLR DSLR裝上閃光燈後 可以透過閃光燈上面的 輔助對焦燈 讓對焦更精準 這個優點 似乎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們剛剛倒帶一下 似乎就不存在了 因為我沒有特別去拍 所以我不敢講 可以同意嗎? 剛剛講的那個點 大家同意嗎? 那我就先回到我們今天的結論 好 DSLR的優點 2021 1 省電 都不用講第一個 2 耐 耗 耐厚 3 3 3是什麼 我們剛剛有講到3嗎? 我們剛剛有講到3的優點嗎? DSLR在2021年還沒有什麼優點 省電 耐厚 還有沒有? 喔!有啦! OVF 那個叫什麼? 剛剛那個名詞叫什麼? 剛剛那個名詞叫什麼? 就剛剛有的人講的名詞不錯 那個叫什麼? 視覺詞 啊 視覺 延遲 視覺 視覺 13個 這個是2021年DSLR三大優 目前還可以稱得上是優點 這個是目前2021年DSLR 稱得上是優點的地方 但是 我們接到今天最後一個主題 其實也是要做結論的 DSLR走到了盡頭了嗎? 以2021年來講 我覺得 我先講結論 還不到盡頭 我覺得還不到盡頭 甚至盡頭還很遠 還很遠 我們先下個結論 我個人覺得DSLR 拿錯 我個人覺得DSLR 在2021年今天 我的認 我的預測 不能講預測 我的想法是 到了2021年 DSLR還撐不到盡頭 離盡頭還很遠 的原因 那是因為 光單就省電這件事情 在很多職業上 就非常重要 光在很多職業的用 不能講職業用途 在某些用途 就很重要 比如說省電的原因 那是因為 DSLR省電的原因 因為是結構上 結構上 它本身 它就是在要在 拍照 按下快門 以及在側光 以及在做一些動作時候 它會通電 所以它本身 並不會那麼耗電 光就這一點來講 機身不耗電 就可以長時間穩定的使用 光這一點來講 是EVIF 目前沒有辦法趕上的 而且也很難趕上 也很難趕上的 我覺得它還不到鏡頭 離鏡頭還很遠 但我還沒有講完喔 我還沒有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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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鏡頭還很遠 雖然 我還用另外一個顏色 雖然鏡頭還很遠 但是會變得非常少亮 也沒有叫 也沒有趕進殺絕啦 也沒有趕進殺絕 雖然還不到鏡頭 但鏡頭還很遠 但是會很少量 因為 需要到 省 我把這個特別畫纜線好 這個用途的人 有沒有 其實有喔 其實我覺得還不少 想看看那些 需要長時間拍攝的人 你不可能叫他們 一天到晚帶電池 就算相機能通電的情況下拍照 那多一條線都是麻煩 所以說 省電 對於一些主題 對於某些用途來講 本身不發熱 不發熱可以穩定工作 就算有太多缺點了 還能應付 所以說這一點是EVIF主機 我覺得取代不了的地方 然後呢 耐厚的部分 耐厚的部分 我覺得 這一點會 這一點會慢慢的不是優點 因為耐厚的部分 主機的部分 防低防塵 在兼顧面或這方面的設計上 可以越做越好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不是問題 那你說OVF視覺延遲 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也會慢慢的 不是優點 雖然 EVF 在眼睛觀看上 沒有OVF那麼舒適 可是EVF的U Z 大於B 優點 仍是大於缺點 我們可以接受 視覺延遲 或者是看起來 看久了還是會酸 但是它的優點 仍然大於它的缺點 然後呢 DSLR的 視覺延遲 這個優點 也會慢慢被趕上 在大多數的市場上 對大多數人來講 也不會是太大的優點 所以說我覺得 今天的結論是 DSLR還不到盡頭 盡頭還很遠 但是它是會很少量 什麼叫做少量 會少到 大概只是 Canon大概只剩下一台 Nikon大概只剩下一台 一台什麼 1D或D級 1D級或D級 它只會出 最 那種 比如說 現在Nikon就一定是D6嘛 對不對 然後Canon是1D X3嘛 對不對 我寫一下好了 Nikon現在的 是不是最高階的是 DSLR是D6 Canon是1DX3 3 對不對 只有 某些職業 某些用途的人 仍然需要 較好的OVF 仍然很看重省電 跟耐厚 但是這三大優點 對於 普遍的消費者來講 沒有那麼大的差別 所以說你說 DSLR走到 鏡頭了嗎 我覺得還沒有到鏡頭 鏡頭很遠 但是只有幾台相機 能繼續往下走 我覺得Canon會留下1D系列 Nikon會留下D6系列 下次可能是1DX4 我覺得會再出 一定會再出 Nikon會再出D7 一定會再出 理由很簡單 因為某些職業 某些需求 依然是需要DSLR的某些功能 即便它的缺點很多 但是還是可以克服 因為相機技術沒那麼好 我們都還是拍過來了 再者 再者 鏡頭群 鏡頭 我們還沒考慮鏡頭咧 鏡頭 Nikon的F鏡頭 Canon的EF鏡頭 對不對 那麼多鏡頭 還在賣呀 甚至Canon的RF鏡頭 Nikon的Z鏡頭 都還沒有跟上之前 怎麼可能DSLR 就直接桌停就停呢 但是呢 就是舊機 總不再生產新的 會慢慢做 但會做得很慢 讓EF鏡頭 慢慢過渡到RF鏡頭 Nikon也是一樣 讓F鏡頭 慢慢轉為Z鏡頭 能夠到這轉頻的時候呢 到那個時候呢 Nikon依然會出 它的最高系列 只留這個系列 其他以下的 真的都不重要的 Canon會留1D系列 以下的 真的都不重要的 那為什麼我不講Sony 因為Sony根本就沒有 DSLR的機種 它早先講還有 Alpha半透色式 半透色式機種 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 Alpha系列 半透色式 A55 A55 跟A33 那年代 那它早就放棄掉A環了 就是這邊 我只提Canon 跟Sony 所以說 今天的結論是說 到底DSLR走到鏡頭了嗎 2021年來講 我希望到了2031年 我希望到了2031 回頭來看 我希望 我的想法是對的 因為在某些情況下 是EVIF主機下 是依然做不夠好 甚至可能跟不上的地方 甚至到2031年 都可能跟不上的地方 所以說走到鏡頭了嗎 我覺得還沒有 而且還很遠 但是走到很遠的 只剩下少數幾台 至於說DSLR入門機種 比如說Canon就停留在850D了 Canon就停留在850D Nikon就停留在D5600 沒啦 它不會再往下做了 應該是不會再往下做了 就是850D一直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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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5600就一直賣一直賣一直賣 然後再往上是哪一台 D7500 一直賣一直賣一直賣 往上是D90 一直賣一直賣一直賣 它不會再出新的了 慢慢過渡到R系統 最後會出新的 我相信只會剩下 我相信只會剩下 欸怎麼一直切不過來 我相信只會剩下Canon的1D系列 跟Nikon的D系列 只有這兩台會一直走下去 然後三五年出一台 三五年出一台 只否某些特定使用者來購買 並不會針對普羅大眾的消費者 包含我 甚至包含在座各位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說呢我們回到畫面 就先回到我這個地方 所以說結論就很簡單 DESLR到現在依然有它的優點 我們從對焦 找10年前的對焦開始 確實是 DESLR跟EVIF兩個很大的分水嶺 可是隨著這個分水嶺慢慢消失 甚至EVIF都超越DESLR的時候 它就沒有對焦上的優勢 它現在的優勢 唯一稱得上讓大家還覺得夠用 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 如果你要我5D3跟R5 你只能帶一台出去拍一天 我一定帶5D3 因為5D3一顆電池慢慢拍 拍個兩天都沒有問題 可是呢這個優點 對某些人來講可能不重要 他認為我只要出去多帶一顆電池 就解決了 其實我也是這麼認為 可是對於某些職業 某些情況來講 他不能一直在帶電池 甚至換電池對他來說 都會錯失畫面的時候 這就是DESLR 目前最好存在的理由 但是你說他其他還沒有什麼優點 老實說現在 視覺延遲 在觀景窗的視覺延遲 我覺得是OV 現在的EVF 確實是慢慢在進步 還沒有趕上 但是會慢慢趕上的 那以及 剛剛講到耐厚的特性 EVF 因為他本身會發熱的問題 到現在相機是越來越熱 發熱的問題 總是會慢慢再改善 至少現在看到的 Sony A1 跟A7S3 在發熱方面 已經做得很好 甚至Panasonic S1H 都還可以做個小風扇 在裡面都可以解決 所以我覺得說 DSLR還沒到鏡頭 大家不用擔心 現在正在用DSLR來拍 還在拍的人 不用擔心 但是他路還很長 但是路很長 只有少數的 那麼一台兩台 還可以繼續走 其他的會慢慢的 一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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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下去 這點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說 那你說老師 那我現在我要買相機 我還值得我去買DSLR嗎 我只能說 完全沒有必要 除非你的必要性 是他現在的優點 不然其實我覺得 DSLR一定是昨日黃花了 甚至 不要說十年前 連五年前 我都不覺得 DSLR可以死得這麼快 真的 我在五年前 都不覺得DSLR 會死得這麼快 幾乎本上沒人再買 走在外面的時候 大家不妨看一下 真的在被DSLR的人 多嗎 有一定的比例 但是用EVIF的人 其實是越來越多了 不但用EVIF的有兩種 一種是從DSLR 跳到EVIF的 另外一種是 一進來就用EVIF的 因為這個東西 沒有什麼吸引力的 早些年都還說 EVIF會比較小 但是實際上 你兩台拿來一起比 你會發現 其實兩台是 一樣大 但是EVIF的光學結構 它可以把鏡頭做得比較小 這也是它的優點 也是DSLR相對的缺點 這就是把鏡頭拿進來 比就是另外一回事 OK 所以今天主題到這邊 也講了一個半小時 原本只想講一個小時而已 好 今天的直播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不曉得在座各位 對這個話題 還沒有什麼問題 還有沒有 就幾種繼續撐場面 沒錯啊 繼續撐啊 撐到 大家對這個東西 已經都 都視為老古董的時候 欸 我講真的耶 我現在發現有些人 拿到這種DSLR 他已經不會拍了 你知道嗎 因為他不能理解 透過這個觀景窗 他要怎麼去拍照 我遇過耶 他必須一定要把這個畫面打開 他才會拍照 用這個他不會拍 因為現在已經很多人都這個樣子 我遇過了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今天 這是我的 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還有嗎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播個網安取給大家 那我們就結束我們今天的主題 禮拜四的主題 我們會重播 會重播放在我的Youtube社團 或者我的社群 然後我們兩天後禮拜四 也是有一個直播 禮拜四直播就不會重播 只會挑選部分片段跟大家分享 每週二跟四晚上都會有直播 也希望大家都能夠一起上線來分享 OK 有聽到背景音樂 有聽到晚安曲嗎 有 那我們今天直播就到這邊告個段落囉 感謝大家的參加